随着时代发展和人们经济实际的飞速增长 汽车可以说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了 国内汽车市场的持续火爆也让汽车公司想尽办法的抢占市场 目前在国内汽车市场中销量最好的就是德汽车和日汽车了 德汽车中奥迪可以说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品牌了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奥迪公司为了加大自己在国内汽车市场的影响 在近日推出了2018款奥迪A7 这款奥迪A7可以说是奥迪公司个性和创意等多种科技融合一体的产物 并且新款的奥迪A7在灯光已经显示有了革命性的进步 新款奥迪A7在外观方面延续了奥迪公司家族式的外观设计方案 严格实行德汽车对品质的至高追求 车身整体造型具有德汽车传统的绅士贵族气质 车身大灯使用了目前最为流行的矩阵式LED大灯 并且在灯上还加上了一项黑科技 那就是在夜间行车时如果大灯照到了当前的行人 就会立即定位行人 还会用黄色的光来警示驾驶员 并且随着距离的缩短 大灯还会使用更加显眼的红色光来代替黄色光 车身被奥迪公司打磨的精致感十足 在灯光的照耀下耀眼无比 奥迪A7的内饰还是这款车最大的亮点了 内饰采用了温馨的加速式设计 整体使用实木和真皮的材料的组合 让内饰看起来更加豪华 全液晶的仪表盘和双屏式中控显示屏非常的亮眼 在夜晚内饰就会发挥它的各种功能 液晶仪表盘真知可以显示出当前所处位置的地图 科技感十足 双屏式的中控显示屏也让显示区和功能区区分起来更加的方便 这款车最大的亮点就是内饰部分的分围灯了 夜晚来临时分围灯自动亮起 在亮起的瞬间你甚至会觉得在这灯光的照耀下 世界都暗淡了 就是这样一辆高端大气场档次 而又不是低调升华有内涵的车 更像是一辆艺术品 大家对这辆2018款奥迪A7期待吗